今天的依资国股推介就是中国建筑3311 经济部的投资业华组 选选原因是中国建筑主要从事建筑工程业务 港澳地区最大价总成建商之一 去年头9个月累计新签合约额是1050亿 按年升36亿 其中香港地区新签订单增速两眼 增长8.8%去到336亿 直至去年9月底 美元成合约额大约是2911亿 集团在今年度订立的全年新签合约额目标 不低过1400亿 相较于2019和2020年度的新签合约额大幅增长2.7% 新增订单加速将会有利盈利增长前景 股价走势上纳马中国建筑情常升通道 昨天创了盘中创了2018年2月20日的高位 策略上建议等候10天线大约10.4就小册收集 以主要大行近期 给予中国建筑目标价平均12元为目标 列穿大约9.6就减持 到新闻时间到新闻市场上早上 我们在新闻额顶部标志 是出来的 你现在是世界集团的 从这节目标至世界